大家好,在下大王,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咱们接着上个视频说 上个视频咱们聊到这个医疗反腐 说到反腐这个事儿,我就想起 我这个认识的一个领导 前一段就是被处理了 被反腐了呗 这个领导呢,以前做过 山东省黎一市的这个副市长 在我认识的领导当中呢,算是 级别比较高 而且是有一定权力的这个领导 从他身上呢,你就能 看到这个权力确实 能给人带来很多好处 当然有了权力之后呢,也要 加倍小心,也会面临 很多问题吧 这个领导呢,是去年被约谈的 然后今年呢 就是前一段时间,大概一个 多月之前吧,就是正式的 出了这个处理结果 我简单的念一下这个处理结果 经山东省委批准 山东省纪委对林一市 黄某某进行立案审查 经查这个王书记 咱们就称他王书记吧 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 对党不忠诚,不老实 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 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违规收受礼品 出入私人会所 长期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车辆 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 违背组织原则 跑官要官,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 在组织谈话时不如实说明问题 在干部选拔任用 职称平定等工作中 为他人谋取利益 违反连接纪律 违规经商办企业 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 通过民间借贷 获取大额回报 为亲属谋取私利 违反工作纪律 违规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 司法活动 违反生活纪律 家风不正 家教不严 丧失法律底线 丧失计法底线 大搞全钱交易 利用职务便利 为他人在工程承揽 资金拨付 项目推进等方面 谋取利益 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王同志 严重违反党的纪律 反正就这一套吧 最后是怎么处理呢 基本上就是 这个还说 窃在党的十八大后 不收敛 不收手 性质严重 这意思叫十八大之后 你要收手 可能重新处理 这个意思 最终决定是 给予这个王同志 开除党籍处分 由山东省纪委 予以开除公职处分 终止其党代表资格 收缴违法所得 将其涉嫌犯罪问题 移送检查机关 依法审查起诉 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这个领导呢 还是有一定能力的 这个领导 他是从基层干起的 就是科员啦 科长啊 最后副处长 处长 一步步升上来的 但是他没做过秘书 没做过秘书这个领导呢 做事呢 比较霸道 有些雷霸手段 这个呢 和做过秘书的 就是比较相对来说 比较内敛的这种作风呢 是区别很大的 当然如果你在中央机关里 经过历练的 像咱们这个中央美术学院 这个新任这个院长 徐茂 据说他的为人处事 这方面就非常低调 内敛 反正笑面虎啊 这个该下手下手 但是表面的时候 绝对是处理的非常得道 非常谦虚啊 低调 这个王书记呢 确实是对权力非常着迷 但是话说回来 有哪几个领导 对这个权力不着迷呢 这个权力这东西 别说领导了 你但凡你要是 尝到过他的好处 那都会着迷 你像这个 我们这个 现在美协主席 这个原来的这个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这个范远 范迪安院长 那也是非常着迷 后面我会讲到 他是怎么为自己争取权利 想尽一切办法 这个讨好领导 你说跑官吧 要官 那都是 但是呢 就是手段不一样 那显然这个王书记 从基层上来 他这个见识啊 各方面的这个格局啊 比较小 还是这个有点土 差点意思 太简单粗暴 到哪就花钱了 什么 长得这个太明目张胆了 你要向我们这个范远 学习一下 稍微低调一点 内敛一点 是吧 干的都是同样的事 但是效果就不一样 这个王书记呢 也是非常迷信 做领导的迷信的挺多的 他们就是喜欢找人 没事算两卦 哎 这个算的人也多 有看风水的 有看面相 有摇卦的 搞笑的是就还有这个大仙上身呢 就是一个什么大姨啊什么的 我去过山东 我也跟他们这个 哎 据说那个一般还都请不到呢 这些算命呢 据说有的这个商人什么 一给都是三千五千 一万两万都这么给 也是领导的红人 但是我反正我是觉得当戏看吧 那次我也带了我媳妇去山东 跟着一起看热闹 最后呢这个表演看的是也觉得挺过瘾的 挺有意思啊 这点个香 上个身了 无言乱语的 跟你一通说一通 说呢我也听不懂 我还得这个中间人给我翻一下 反正算的就就那么回事了 胡说八道啊 看人下菜碟 就是揣摩人呗 好在呢 在那是招待我们吃了顿饭 就招待我们全家 带着我媳妇带着孩子 农家乐的饭 饭菜还做的还不错 挺合胃口的 这印象深刻就是这事 这个王书记身边呢 也确实是聚集了很多这个形形色色的人吧 一看这些人的关系特别复杂 肯定都是奔着权力带来好处去的 靠权力发家呗 三教九流的 五七八糟的 人都在这 这个王书记呢 在我这次讲的故事当中 是比较关键的一个人物 因为他与后边我要讲的这个几个商人呢 包括与我们中央美术学院 这个前院长范迪安 还有这个张禄江 都有很多的交集 这个其中呢 也发生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事 后面呢 我会慢慢讲 通过这些故事 咱看一下 官商是怎么勾结在一起 这不光官商了 还有这个学校这边 学校这个领导 这个三方怎么各取所需 然后皆大欢喜 从国家这边弄到好处的吧 哎呀说到这儿 我这个又有点羡慕了 今天对这个领导呢 我不是从法律或者道德上去评价 因为我自身也不过关 也没资格说别人 我只是从我个人的角度 甚至从这个领导 从他这个角度来看一下 首先呢 我跟他的个人关系还是不错的 在领导当中呢 我个人觉得他还是比较尊重我的 就是做事做的还是挺给辫子的 你想想我这一个人 可以说是前半辈子一直在 不是伺候领导 就是在伺候领导的路上 一直流须拍马的 也没谁把你当回事 偶尔有一个领导 能稍微给点薄面 这个其实还挺让人记忆深刻的 所以说 我对他的印象还是 从个人角度还是不错的 当然你说他违法乱纪什么的 这个肯定是不对的 无论是在什么环境下 你都应该接身自号 但是呢 我感觉这个 但凡你有点实权的领导吧 可能有些领导呢 个别问题是不存在的 但是这个大部分问题 都是适用大部分这个领导吧 就是以我在观察啊 有一些这个 我也遇到有一些这个 确实不错的领导 但是这些领导呢 基本都不是正直 都是一些实际负责干活的一些 这个领导 你要说这个王书记呢 走到今天这步呢 肯定是 首先是他自身的原因 这肯定是 出了这么多问题 要不然你不受人以柄 他怎么能被处理呢 但话说回来 这么多领导都有问题 为什么就你被抓了点心呢 对吧 这也是值得思考的 首先这个官场来说 这个就是不好混 这个地方就是 其实竞争也很激烈 不成功则成人吧 有一定的运气成分 你主要是选边了 站队的 你得站好 有些时候你能预测 你的这个领导 能有什么样的成就吗 这不好说呀 是吧 你的领导倒了 你可能就一倍再没机会了 你领导上去了 你就积选升天了 选人呢 一方面是看人的这个眼力 另一方面也看运气 你运气不好 那就是真的是没办法 这一勺天子 一勺臣 这是吧 这个换了这个领导 你肯定是被弄下去的 你像这个领导呢 当时做副市长的时候 当时就已经预感 他可能结局就是不算太好 因为他一直想着更进一步嘛 你做副市长 你正常是能往上再走一步 至少你如果能进入市委常委 能进入这个级别 你可能后面的这个仕途 就是比较稳妥了 但是他后来呢 没能更进一步 这个当时就感觉已经是不太妙了 特别是呢 他这个人平时做事有比较霸道 这个呢 做事霸道呢 有雷霆手段有好处 就是有些时候啊 这个领导会想到用这样的人 就跟古代皇帝喜欢用酷吏一样 他解决一些棘手的问题 王书记得到重用是怎么回事 就是山东省这个林仪市 这个平立县 当年出了一些矿难 出了矿难之后呢 整个这个地方呢 就士气比较低落吧 他就需要有人来做出改变 所以这个王书记呢 就被算是临危受命了 到这儿就是重新开始 大刀阔斧的去做一些改革 做一些整顿 应该说还是起到一定作用 使这个地方呢 迅速走出了这个矿难的影响 但是呢 在他仕途当中吧 他是肯定是得罪了非常多的人 包括我后面讲的 就是我这个表弟也是个商人 跟他合作 后期呢 也是并没有得到自己理想的这个东西 所以说在这个山东省纪委这边 做了很多工作 应该说这个王书记落马呢 估计跟我这个表弟 就是这个后面讲的那个商人 跟他也是有一点点关系吧 当然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 他行事霸道啊 喜欢雷霆手段 是他这个做官的风格 这个也是没办法 但是说他有些事呢 确实能做得更好一点 更完善 你看从这个处理结果 能看出来 这可以说是一夜回到解放墙了 你看这个被处理的 不光他自己啊 除了返还财产了 你看还有他这个提到这个家教问题 提到这个家庭 这就是非常含蓄 基本上他这个子女 肯定是会受到处分了 子女挣的这些钱 估计也得清零吧 当然这个每个领导这个情况不一样 据我了解 真的有的领导 那是就是提供的一毛不完 被组织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呢 也能交代一些问题 但是呢 这个想法盘钱一封不给 老底座穿也无所谓了 那也是想开了 还有另一部分比较极端的 就是我了解 有的人呢就是前一段不是跳楼的很多啊 这人没了 这什么事都得了了 子女的这个财产也能保全 至少保全大部分吧 自己的问题呢 也就都解决了 要不说这个王书家 格局确实不太够 平时呢据我的了解呢 做事呢是还是比较 比较严谨 不太轻易信任别人 而且这个角兔三姑 认识的人呢也非常多 处理自己的事呢也非常小心 非常小心谨慎 但是呢他这个格局不够 至少你应该是向这个大领导学习啊 你做一些海外这个资产配置 据我了解他是没做什么海外的资产配置 但是这个自己能不能胜多少钱 这个我不太确定啊 如果你做海外资产配置的话 你肯定这个事儿就是能保证的更多吧 你看一下这个美国加拿大 别的地方咱不太了解吧 除了大部分的普通的 比如说这些移民呢 靠自己的技术 或者是靠自己这个留学经历啊 留下的这是大部分 但是还有一部分就是比较高端的 有权有势的这些人 那真的是很有实力 据说这个某大领导这个子弟啊 在这个美国买房子 那都是一条街的一条街的买 这边有很多这个领导啊 所以所谓这个汤文污吏吧 这个家属什么 在这边那都是住着豪宅 开着豪车 那生活这个衣食无忧 可能几辈子钱都够了 人家都攒出来了 就我们那个有个老乡 这个一个处长 他闺女不是在这个温国华吗 就是他妈当个处长哈尔滨的 谈了多少亿还是多少啊 这个让他去交代 把钱送回去 你看这闺女 那不可能送回去啊 人能把这个自己的生活给毁了吗 你送回去 这他妈也不能放出来 这人也不傻 咱就说吧 在中国做这个 不光是做领导了 你干什么 经商也好 很多商人也是 都提前做了这个海外资产配置 你看前一段这个张艺谋离婚吧 大家也一部分纷纷 说就是把钱 合情合理的弄到海外了 在中国啊 你无论是你自己多牛逼 你牛逼的时候 你意气风发 觉得这个干啥都好使 有人照 但是呢 你不牛逼的 你一切都归零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知道 在中国呢 你的财产不是你的 你的一切都是党的 都是党和国家 都是领袖的 想拿走你那个分分钟的 所以说别太乐观 至少你应该把自己的退路想好 你像这王叔弟吧 就是这方面做的不太到位了 要不然呢 你就是平平淡淡的 做一个混吃混喝的公务员 来点灰色收入 让自己生活呢 就是小康呗 大富大位肯定是不行了 退休了 混了养老金 这也挺好的 说到这儿呢 我最近得到一个小道消息 据说这个我们这个美学主席范蒂安呢 最近正在被纪委约谈 约谈的内容是什么 就是他在中央美术学院任职的时候的一些事吧 据我了解主要还是这个国际学院弄出的事 就是刘刚负责那摊吧 我前面的节目讲过 讲过他怎么去操作呀 本来这个国际学院是老范 搞出了这么一个地方 是为这个这帮这个老哥们退休了之后有个地方 再就业 然后继续捞钱那个地方 这个刘刚呢 非常敢干 就是通过这个学校啊 这个售牌啊什么的 我当时说是两三千万嘛 据说后来说都搞到六千多万 六七千万 而且售了很多这个牌 你想想他这个底下人 六七千万买这个牌 他怎么挣回这个钱呢 反正就胡搞乱搞了呗 骗很多学生的钱呗 这肯定是有人捅到上面了 这找老范谈话了 但是我相信以范怨那个手段吧 应该会化险为宜吧 最后你看怎么解决吧 咱们拭目以待